我們現在在冰島 吃第一餐 fine dining 假裝fine dining 因為他說這裏最有名是魚和羊 我們就特別試這兩個 魚羊 即是鮮 首先就要試這個 岩牛油 就是一塊牛油 就加點鹽 這樣就點包 吃 那麵包呢 摸上手是熱辣辣的 通常這些鬼佬包 不會熱辣辣給你 那當然要點鹽牛油 還有這個就是這個 吞拿魚 有一點點加力 我最喜歡就是加力 麵包 麵包 我覺得 有點厚 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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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來自己怎麼會撕上去 很厚 很厚 應該這樣撕出來 然後點點牛油 但我學維京人吃法 超級好吃 一家人要說的 超級多 又配合我 真的比較髒 嗯 都夠牛油 很好吃 尤其是蘸些鹽 你很喜歡吃這個 是加力的 可以有道理 好現在試一試 我先嘗嘗鴨鴨 嘩 這個蒜蓉薯條太好吃了 蒜蓉薯條 然後 煎香 爪子 味道 It's Drop 試上用薯條加進盤口 在吞拿魚上 是蒸在外圍 有些酸的盤口 很開胃 好像吞娜耳跟我平常吃的有些不同 除了有加勁之外 它有少少辣味 變了很好吃 我們先嘗嘗主菜 這次我是叫銀鱈魚 就是征服全世界的銀鱈魚 如果沒有銀鱈魚 發現了美洲大陸的人就算了 不會再征服它 有人是這樣說 非常非常滑 還有沒有雪味 加拿大那些是有雪味的 還有我很欣賞它 整個一幅圖畫 很色彩 是很濃烈的 另外呢 它放了一些鹽子 在旁邊 混合一些 菜粒 菜蓉 酸酸微微 還有加了少許鹽 有少許花生 咬下去有脆口 令整個感覺 很配搭 甚至 可能你會覺得 這個銀鱈魚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但當它所有東西 混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覺得真的很好 我本身不吃鹽西 覺得那股味很難定 但我都會覺得 這個配搭是好 所以值得一讚 再看看 羊 還未吃到 ickers 嘗試味 那股肉濃烈的酢味 對於不喜歡吃酥的就不好了 我是喜歡吃酥那邊的 我覺得這樣的羊鮮是合格的 咬下去的質感 它不是很juicy的那種風格 雖然它是煮的火候是恰到好處 它是羊鮮應該是五成到六成熟 你看到它是白淚透紅的就完美了 但它不是很juicy的那種 有一點點像吃豬肉的感覺 這個不是便宜 有一點點像當你煮豬肉煮到豬骨湯那種 有一絲絲那種感覺 再加上一點肥肉 完美 它煮的風格不是那種 外面煮得很囂張 原來裡面很juicy的那種 我不知道它怎麼煮 可以煮到這樣 接著 配合這個薯蓉 薯蓉很特別 它是 有一種我吃黑松露的感覺 很有牛油味 然後它還要灑了一點點蒜蓉粉 又是蒜蓉 我覺得冰島人同學真的很配合 我是很喜歡吃蒜蓉 什麼都加蒜蓉 什麼都加蒜蓉 什麼都鹹一點 這樣整個配搭也是很好 雖然這個羊扒其實也挺貴的 我覺得都很值得鹹 好 其實我試完它 有一個很大桶的汁 不知道什麼來的 好 我知道這個汁是做的 這個汁是 突然間是 讓你吃完 本來吃的那塊羊扒 非常澎湃 因為很酥 然後點下去 然後 嘩 真是藏起來 有一點點好像 你吃日本料理的時候 做一塊生薑 然後再吃 又充滿力量 又不會漏到胃 所以整體來說 它未必是我吃過最好的羊扒 那種感覺 不是那種羊扒的感覺 而是 是好像吃那些 燜完 燜完 那種 但是你同時間又可以 吃到少少羊扒 少少羊扒的感覺 那種 剛剛在 那種 配搭很特別 那 講到這裏 我真的要專心吃東西 好味道 好味道 怎樣好味道 這是甚麼來的 甚麼味道 甚麼來的 不是甚麼來的 你形容一下 不知道 好味道 即是那些粉粉那些 吃下去就溶在口 只溶在口 不用溶在手 這是M&M來的 真的 是 馬拿來的 因為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還有這些 這些是甚麼來的 這些 這個是Bluedberry 這個呢 這個是土 這個是 我不吃甜品的 所以我形容甜品是白癡 來的 這是土 土 來的 蘋果 蘋果 這個呢 這個是甚麼來的 這個是Cram Bully Cram Bully 就是蛋蛋 好味道 好味道 蘋果好味道 擦得好爛 好味道 好 Cram Bully好味道 是 你吃點蛋 那時候是有焦糖的感覺 但它不是就是 它沒有那種燒焦的 不是 是蛋裡面有一種 焦糖的感覺 即是焦糖和蛋是混合了 OK 我只是未吃過一個Cram Bully 是這麼大碟 通常是好像蛋撻 這個挺有趣 這個Cram Bully很香 你吃吧 你吃吧 你吃吧